16号傍晚的6点06分 高雄市不二艺术特区 上千人身上绑着黄丝带 同时喊口号 为6月6号的罢免投票动员预言暖身 据台湾媒体报道 八韩团体组织的这场投票动员 在不二艺术特区外围 共有四个定点同步展开 而高雄市长韩国瑜 在此前一天的15号晚上 也突然上传一段视频 呼吁支持者平常心看待罢免投票 当天不要出门投票 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但可以一起出门消费 所有外县市的好朋友 6月6号这一天 拜托不要来高雄 请你关心韩国瑜就可以了 第二高雄市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 请你不要出来投票 出来监票就好 对此 国民党温传会主委王玉民表示 韩国瑜希望全新拼市政 他已经讲出对他最好的方式 希望在视频出来后 国民党党员和支持韩国瑜的人全力配合 不用出来投票 大家可以出去玩 消费 促进高雄经济 王玉民接着表示 国民党支持韩国瑜的做法 也希望高雄市民回归理性 回到高雄市政 大家会发现 罢韩的事情不是现在大家优先去做的事 也不会让你的生活更好 也不会让台湾经济更好 而此前呼吁支持者出门投反罢免票的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16号也在脸书发文表示 韩国瑜既然已经清楚表达 对罢韩案的立场及态度 他绝对尊重并支持 6月6号请大家监票不投票 逛街消费 祝店家